大家好 今天為大家介紹潮州凍烏頭 亦是友台Uncle Bob提議的 他說 送粥最好 我們來看看材料 一條烏頭500g 十二兩 我們選魚 魚一定要看下去 眼睛蒸蒸 魚身要有光澤 魚身是新鮮的 通常魚檔不會被你的手按摩 買了一條魚檔和我們湯 不要打輪活 回來我們要把它清洗 魚肚一定要清洗 黑色的膜要清洗乾淨 還有魚骨 一定要把血線刮清楚 因為不刮清楚清洗乾淨 吃起來有魚腥味很重 魚身鮮 吃起來就變得很鮮甜 這裡有一湯匙粗鹽 如果沒有粗鹽可以用有鹽 洗乾淨第一湯匙蘑皮 便可以將魂箒要給你 還有在魚肚 也要灑種鹽 讓 Great Carol börjar放了 兩邊也要擦皮 醃去三四個小時 等他們的鹹味進入魚身 放入冰箱,醃至2-3小时 蒸之前的半小时,放在室温中 蒸起来,鱼的中间就会熟透 鱼已经叠了3个小时 有很多盐,要轻轻地裂走 这个碟当然要做干净 用圆碟来蒸 烧热半锅水,把鱼放进去蒸 用大火蒸13分钟 然后关火,不要打开盖 也要烤15分钟 这条鱼就很漂亮 鱼已经熟透了 鱼已经熟透了 鱼已经有鱼汤 不要让鱼浸浸 让鱼汤干爽 鱼还要冷 鱼完全冷 我们才可以吃 鱼可以吃 鱼先把脾气 用剪刀 这条鱼切开 然后在背部 这条鱼也是这样 剪刀 这条鱼很容易剪刀 鱼很容易剪刀 鱼很漂亮 鱼很漂亮 鱼不需要打鱼 因为鱼已经蒸熟了 鱼很容易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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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试一下 可以煮鱼 鱼很鲜鱼很鲜 鱼很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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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腥鱼 但是有些人喜欢鱼鱼 可以捡生抽 鱼很鲜鱼 都一样是这么好吃的 希望我们喜欢今天的介绍 如果喜欢的 记得给个赞我 和订阅我的频道 留意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还有记得蒸花条来试试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见 拜拜 然后大家记得 太好了 你都不停 谁也知道 我不想的 你都不停 这时候